刘苏社表示 过去一年极为不易 中国经济顶住了外部压力 克服了内部困难 经济发展总体回升向好 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呈现稳进好三大特征 无论是横向与全球主要经济体比较 还是纵向与我们自己过去比较 2023年 中国经济成绩单来之不易 展望2024年 我国发展仍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总体上看 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支撑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因素仍然较多 从机遇条件看的话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的格局 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也在不断地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也持续彰显 物质基础也更加坚实 产业体系更加完备 特别是我们一些宏观政策空间 还仍然充足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金贤东 在会上表示 2023年 在市场需求拉动 宏观政策推动 以及全行业共同努力下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产销规模创历史新高 渗透率稳步提升 配套设施不断健全 截至2023年底 我国累计建成充电设施 859.6万台 数量居全球第一 逐步形成新能源汽车 与充电基础设施 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已经对提振 新能源汽车消费等大宗商品 消费的话 做出了部署 国家发改委 将不折不扣 抓好贯彻落实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 抓紧完善政策 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